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各位官員、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辛苦了 主席,我們是不是請那個 我們署長 署長請 署長你好 又是一個新的會期開始 那個上次那個 我們金秘書長一通電話 那你就把那個西菸的那個走路西菸的政策把它喊卡 那個效力一流的 真的很快 那本席在上個會期 問了你很多問題 建議了很多 可到現在連個書面資料也沒有 連個答戶也沒有 比如我說好 那現在那個你有一些獎勵那個什麼民眾 去換救那個第一排碳的車輛 我那時候就有建議你 我說欸像那個高污染的 比如說那個華拉利那種車的 那你要怎麼去 去那個 增加它的那個稅收 那也是石沉大海 連個什麼回復也沒有 那還有說 比如說我也自己說 二行程的那個機車 換過了一個補貼太少 民眾的意願也不高 那也沒有下文啊 那我請問你到底到現在還有多少輛的二行程的機車呢 這個數字我請我們那個空保處的謝處長來 你看 問了一個會期問了一大堆問題 連個什麼回答都沒有 我是覺得真的是齁 應該是有打破 我們去查一下 那二行程機車的話 目前車級數大概有三百萬輛左右 三百萬輛你看看 車級數啦 對啦 實際上實際上他出來有出來了 那不是這個數 對那車級數 你不然有出來 那也代表他都會出來 哪一天全部都跑出來都不一定 我覺得我們政府有時候 都是有點有點好像駝鳥心態 就好比昨天那個 侯財婚委員問說 我們那個老保 那個退休 可以申請的有一百六十幾萬 要全部來申請的話 要一兆三億多 三千多億 那我們現在我們老保基金只剩下 兩千多億 不夠一兆一千億 那那個主委會 那個我們那個王主委說 欸不會一下子都來申請 那怎麼會這樣 政府要假設全部都出來呢 那三百輛全部都跑出來 也有可能啊對不對 所以不是說欸不可能 那你要有個計劃嘛 就是說你到底這個環境污染 大家知道二行程的機車環境污染 是算蠻嚴重的啊 那你有沒有什麼計劃 怎麼樣去補貼 因為現在你獎勵不夠嘛 沒有人有意願嘛 所以還是那麼多嘛 所以那成效不佳嘛 就是說 所以這個你看也沒有答戶 有沒有告訴我們說你們要怎麼做 那好 署長我在請教你 現在這兩天不是又要吵說 欸那個高速公路 那個現在改成繼承收費 那當然那個很多人說啊什麼會不會造成變價 變相的加價 其實那個是 我是接受那個那個眼傳在在制度性行銷 故意把你放這樣的消息說不可能 因為他做不到嘛 他做不到他違約了嘛 那當時我就質疑說那個用的那個過時的那種紅外線的那個車上機 那電池很嚴重啊 那現在2011年要前面上路啊 現在才60萬輛車喔 去裝 只要前面實施了以後 有700多輛 700萬輛車 那到時候污染怎麼辦呢 那有沒有去溝通 那你現在據我的了解 根本眼傳 眼通公司 根本不可能 去改所有的設備 去改所有所有的那個 根本沒有辦法提供 那這樣的話 將來造成的這些污染 是不是 把你們一站的提倡說 喔你要節能檢查 你要那個 等於部會之間的一個政策 造成你這邊坐了半死 喊了半死 弄了弄了說 喔要環境污染減少 可另外一個部門的政策 是造成你的環境的污染 越來越嚴重 怎麼去弄 也沒有 也沒有任何 也沒有下文啊 有上次我記得您是第三次在問了 上次蕙琦也問過這問題 我也回答過說 我們已經跟他們溝通過 那他們就是 會將來改成這樣 用電源線的那個方式 將來在上面可以去直接 那改 那你有沒有追蹤 據我的了解 不可能 整個 整個的事物 你要叫眼傳去負擔這個成本的話 我們最新的消息是 他們2月13號完成相關的配銷上市放售作業了 民眾無需再安裝使用9V減性電池了 他們有開始換裝了嗎 是 那為什麼民眾都沒有接到呢 我們都不知道啊 還是還沒開始宣導吧 還沒開始宣導吧 我們就會 這樣的話我們再來請他們家鄉宣導 不是啊 他應該通知啊 通知已經裝的人啊 所以已經有裝的人 你要去通知人家啊 不是說你們在那邊講啊 那這樣會用是誰護啊 假如又要民眾護單的話 人家根本不可能護單啦 那署長再請教你 是 我們那個2009年等於說 人家講說十大環境新聞的票選啊 有照對於一些提出來的這些問題 比如說八八水災的伴水的那些人禍啦 還有那個戴奧心那個毒物的中毒啦 還有海洋的資源的衰退啊 還有什麼動保法沒有落實啊 中科士期的審議的一個爭議啊 剛剛大家也很多人在問這個中科的問題嘛 還有能源稅的那個我們也踩煞車了啦 那對於這些其實這些所有的問題 大部分都是跟環保署有關 那等於還有整個的環保署 無論是我們在台灣或在國際上 現在很多什麼水災啊土石流啊 還有颱風你看莫拉克颱風造成那個暴風裡啊 那些很嚴重的污染啊 從山區的那個河川造成很嚴重的污染 那其實這個十大新聞的主要目的是說 在提醒環保局 主要是說要來注意這些環保的一些問題啦 可是你現在你喊了很多口號 你說哎呀我們一定你你我旁邊這邊是講說 你說國家節能減碳的總體的計畫 這是你的計畫 可是你的計畫裡面你說你未來的十年 你要減碳百分之四十五 百分之四十五 要回到兩千零五年的水準 那十年內你要減量2.1億噸 那你總共減幅是百分之四十五 那署長坦白講口號人人都會喊啊 可是現在你看看 我們另外的另外的一些假如說 你的產業政策你沒有調整 你根本都做不到 譬如說好你現在國光石化 他被列為說國家的一個重大的計畫 所以他要去開發國光石化工業區 還有台塑的六清 有那個有些環保人士 環保人士都替那個台塑教區 他說這個國家重大的一個建設工程 那能不能配合這個減碳 所以假如他們興建的時期不變的話 單單這兩個 台灣就會增加差不多 將近九百多萬噸的排碳的負擔 那這個政策 你的產業政策沒有調整 跟你的環保政策是不是相違背 那到底你要顧產業還是顧環保 怎麼辦呢 向您說明 當然我們要找出兼顧之圖 那為什麼剛才你講的一個四十五%的減量 就是我們在做規劃 我們會先算個叫BAU 叫business as usual 就是照常營運的話 你照常去做 不管什麼東西就上去了 上到那個量 就比我的目標會差了多少 那這個差的數據說 我要從這邊達到我的 我們回到2005的話 就要減少那個時候的45% 這個意思就是我 我有做這樣規劃之後 我就會要求現在的投資的公司 到時候大家都起碼要減45%了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你今天你就增加 你增加一千噸 你要跟我起碼減少一半了 所以這我就要要求他了 我們別人也努力 你也要努力 不是說你新的就可以來百分之百排放 所以我們其實有這樣的策略在後面 根據我們這個BAU這樣的規劃 會在環評的過程裡要求他 必須他自己要負擔減碳的任務 對 不管你還是不要停 我說你現在的政策嘛 因為政府現在為了要救私業力啊 要做很多的努力 所以剛剛談到說什麼 我們把政府執政了以後 那個電量 電的減量什麼減少多少 電的用量減少多少 那是因為根本整個一年是這樣 我想你已經開始在笑了嘛 對不對 大家很清楚嗎 那個是根本就是就是因為 把經濟蕭條嘛 很多工廠都在換無薪價嘛 都在整個生產線都都停掉了嘛 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才 才造成電量的一個減少 根本不是說我們的政策 那個那個有什麼好的政策 來讓它使得那個電電減少 下面報告啊 其實都有都有 所以我們在講的是 不會說講一個原因 說有三個原因造成這樣的下降 所有 所以說真的 所以你自己你自己也覺得好笑嘛 對不對 所以以後這個不要再講了 這個講了等一下 大家因為你這樣 一個講原因一個講事實嘛 事實它就降低了嘛 對啦 事實這樣降低可是什麼原因啊 原因的分析我們就說有三個原因 當你聽到這個原因的時候 其實很多廠商啊很多勞工啊 心裡是在滴血啦 是啊 心裡是在流血說 啊原來那個那個電減少 最大的減少量是在哪裡 就根本就是產業的生產線停掉嘛 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很多像前幾年 都在講外銷出口時機增加 我們外銷出口增加 所以我們真 那個算流血輸出啊 就是 那個是把你的心 把你乾流出去啊 是把你的增長 機器成長的時候 還是能夠減碳化 那是把你的整個 所有增長輸出啊 是把你的機器設備啊 什麼東西啊 你的那個身材器器全部都外銷出去啊 到國外去設廠啊 是那個當然外銷出口時機也記上一筆啊 所以那些出口時機能夠替我們增加什麼外匯嗎 能夠替我們增加什麼產能嗎 所以有時候很多那個統計數據喔 不是只有觀看那個表面好看的數據 應該去研究它的一個實質嘛 那現在我們面臨 那台灣面臨的一個問題 到底你是環保重要了 還是你肚子重要 就我剛剛講的嘛 你那國光實驗 你國光實化 還台塑六青 現在是政府全力扶植的 一定要去做了 可是他順便他去做他沒辦法 他所散增 排烫量的增加 那是事實一定在的 那只要按照說環保的一個標準 就好比為什麼那個中科那個 你會跟那些環保人士幹上 中科三級的那個 還有你還登報去 去嗆他們 回嗆他們回來 這個就是說 到底你在產業 跟你的環保的一個政策裡面 到底相違背的時候 你到底要做什麼樣的一個選擇 一個那個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比如說好 他現在你要講說減碳 可是他事實上 他會造成 整個的九百多萬噸的排量 排量的負擔 那這樣的話怎麼辦呢 我想 基本上就是很多問題都可以有 兼顧的方式可以解決 然後真的衝突不能解決的時候 當然在我們的環境基本法上面 講得很清楚嘛 就是環境優先 他是這樣講的 那當然說你餓得都快死的時候 當然他可能什麼都不管了 我想 所以餓到快死的時候 所以這種東西有時候真的是 我們也很清楚也蠻仰藍的 所以說這種東西蠻的 好 那請請問那個署長一下 雖然那個我們那個 等於說在整個整個的一個國際新聞裡面 排版第二名就是海平面一個升高的問題 大部分處在太平洋島國的一些國家都需要 需要好像大家認為說 什麼都要簽國了 那有些協者講說 在本世紀結束前 海平面會升高一公尺 那同樣台灣是台灣是一個島國嘛 那前舊軟化也可能會造成我們海平面的一個上升嘛 那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們政府都沒有回應 這個整個整個的這個這個這樣的一個問題 是不是說整個這樣的一個一個一個國安的問題 是不是要把它提升到整個國安的等級 所以你現在只有先是性的要求人民節能減碳 可對於海平面上升 它所當其衝的那沿海的那個工業切的問題 你根本都沒有沒有去正視它 反而是不斷的以經濟發展開發為名 來迫害這個海岸線 所以有很多為什麼環保人士會講說是 你們是在幫開發案縮情 那這樣的情形的話 是不是說整個的一個環境的問題 我們的國土下限的問題 是不是要提升到國安的問題 我想那個文倩小姐啊 在她這個放這個政府兩度期的時候 就發動全國的民眾啊 寫信給總統啊 希望把這個氣候變遷問題 變成一個國家安全層次的問題啊 我的社名了解 總統也接到很多信了 也正在努力思考這個問題 而且會想出個辦法來做這件事情 那現在那等於說 那是不是會有兩個衝突嘛 你現在已經那個海平面會上升嘛 那你我們還在沿海地區 一直一直在開發 就為了整個的生產線 你一直在沿海地區在開發 你什麼工業區啊 那你主要當然沒有錯 就是你肚子要飽嘛 所以你經濟開發為名嘛 去開發沿海地區的話 那這個是不是兩個相違背嘛 是他有不同的開發型態了 你看我們了解像荷蘭 他現在開始蓋的房子 就是浮動屋了 隨著水面上下移動 對不對 所以需要一些新的技術 創新的一些角度去看這問題 來因應來調適 來可是我們沒有連對新的因應 可是我們現在沒有看到 新的因應的方程啊 對所以 我們都沒有看到 我們都沒有看到你們有提出了 現在基建會正在朝你這個 就是我們國家這個因應這個 調適的方案 是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問題 也不能忽視它啦 是 那因為我時間有休 我反而要問你空誤會的忽視 是 謝謝